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午后的陈家显得格外的安静 与前妻日子死气沉沉的安静不同 因为陈老太爷的醒来 以及据说能治好的消息 让陈家此时的安静多了几分闲事 日光很好 陈昭娘坐在廊下 依着平鸡一手煮头一手随心描字 丫头仆妇坐在一旁 摒弃尽伤 院门外有人探头 这是一个四五岁的女童 似乎有些怯怯 看一眼又缩回去 过一刻又探头看 丫头仆妇都看到了 但都当作没看到 丹娘 丹娇娘呼得喊道 女童立刻高兴地从院门后走出来 找我有事 丹娘跑到近前脱掉木鸡 跪坐下来 看着丹娇娘扬起笑脸 没事 她摇摇头说 真是童言无忌 身后丫头匍腹垂头 没事跑来做什么 随便说个什么事 不是事啊 丹娇娘嘴角弯弯 没事就对了 她说着换手写话 丹娘兴致勃勃地看着她 姐姐 你在做什么呀 真是童言无忌 人家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问人家万一被认为是嘲笑丹傻 岂不是惹了麻烦 写字 用手指在瓶机上 磨来擦去就是写字 这话也就小孩子信吧 一旁仆腹心中嘀咕 果然听到孩子的惊叹声 啊 姐姐用左手写字吗 丹娘很惊讶地说道 左手右手都是手 自然都能写 丹娘恍然地点头 哦 对对 是啊是啊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因为你只是个孩子 不是傻子 仆妇丫头都恨不得 把头塞进脖子里 这傻子到底是好了 还是没好利索呀 为什么傻话连篇啊 那个婢女怎么还不回来呀 他们在这里好不安 陈娇娘与访客陈丹娘 相谈圣欢时 陈绍也迎来了访客 他迎着一个男人 走出承老太爷屋子 来到客厅坐下 那男人 带着一脸的欣慰说 如此 果然好多了 陛下 很是惦念 陈绍师里 哽咽说道 陈之嘴 让陛下游戏 那男人 蒙身手相扶 摇头说道 这怎么是你的罪 好了就好 好了就好 见陈绍点头 那男人又好奇地问道 这次是请来的 哪里的大夫 陈绍 带着几分庆幸地说道 江州人士 与家父途中移民之远 那时候 他就指出家父 身有暗籍 只是当时不知 哦 竟然还有位 丽有金 辨知其极的神医 神医吗 倒也真是神奇 只是 还有些古怪 陈绍笑着 没说话 实在是不知道 该怎么说 那男人又问道 可否一见 陈绍迟疑一下 见我 陈娇娘看着面前的陈绍 神情默默 为何 陈绍 有些不知怎么回答 他说道 此人 恕我同僚 交情甚好 那 与我 何干 陈绍娘 打断他说道 陈绍哑然 他忙要解释 额上 出了一层细汉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娘子 古怪就古怪在 好似懵懂 不安事事的丸童 随心所欲 从不考虑其他 但 去睡了 真是不巧 他解释着 男子 哈哈一笑 也不以为意 老太爷的病要紧 老太爷的病要紧 日后 再见吧 他说着 一面要起程告辞 陈绍忙留住 请慢 多日不见 今日心事烧解 你我 与好对饮一杯 陈绍说了叹气 拍了拍男人的胳膊 接着说 我这记散多日的烦心 也好倾诉倾诉 家事正事 事事在心 这些日子 陈绍熬模的可不轻 男人理解的点头 陈绍吩咐道 去 背球 小丝应声是 陈绍又嘱咐道 哦 那个黄雀 要来一盆下球 男人听了 有些好奇 笑道 黄雀 那才这两肉 竟来做下酒菜 奇妙 不再肉多肉傻 陈绍笑道 与他靶江而行 你尝尝便知 婢女伸手捏了捏 店家递来的一方布 嗯 这就是最好的文灵 店家说道 是啊是啊 小娘子 这是最试心的 天马文灵了 也是最贵的 婢女点点头说 那这个来一些吧 店家高兴的一声是 指挥着伙计才一 呃 还要一些 婢女拿出纸 看着其上 说道 围紧 啊 有没有 锐锦公粮 什么 店家愣了一下 围紧 锐锦公粮 从未听过 也就是鼠锦 婢女又看着纸上说道 鼠锦倒是有 店家蒙说道 让伙计搬出来 不过 都是精锦 婢女看着纸上 有则好 无则随意 嗯 那就这个吧 她拍了拍说 写了几个花样 选完布料 余下的事 婢女就不用管了 她走出来等候 一面打量街上 曹管师说 京城很热闹吧 要是不急 可以带姐姐转转 婢女微微一笑 不用 京城我很熟的 曹管师脸上的笑 有些僵 怎么个熟 不是第一次来吗 成家一个婢女 难道还来过京朝 曹叔 一个声音从一旁传来 曹管师忙看去 压了声 急不过去 六公子 他事里说 又看着软胶上的少年 秦郎锯 不带二人说话 他便主动指向身后 我来给成娘子 买些东西 成娘子 周六郎看着店铺 目光落在门口车边 站着的女子身上 任教上的秦郎君 也看过去 一面坐纸身子 那个便是吗 本秦姑娘 曹管师忙冲这边喊道 这就是重复不变的 半秦们吗 秦郎君 饶有兴趣地看过来 曹管师热情地介绍道 这是我们六公子 婢女略带几分惊讶 看周六郎 周六郎也看见她 这个丫头 门眼灵动 没有失礼 没有恭敬 只有淡淡一笑 时候不早了 曹管师要是有事 就自忙去 我要回去了 他说着 对一点头算是见礼 就这样转身上车了 曹管师面色尴尬 周六郎面色沉沉 独秦郎君笑起来 他笑道 曹叔 你又忘了我的话了 曹管师苦笑两下 说道 是我读言了 周六郎 绷着脸说道 你 先送她回去吧 曹管师应声事 忙回身跟上去了 看着马车晃悠悠 从街上而去 自始至终 那婢女 没有再看过来一眼 秦郎君笑问道 看来这个丫头 你急得如何 半秦 半秦 人而已 名字而已 周六郎冷笑说道 却像是见了仇人面 怎么花我家的钱 用我家的人 就如此疑然自得 哈哈哈哈 六郎 花仇人的钱 用仇人的人 可不是疑然自得吗 虽然很生气 周六郎回去 还是让曹管师 聚见了周夫人 详细地说了 去街上添置了什么 周老爷 不由埋怨周夫人 疏忽这等小事 周夫人也很委屈 但又自觉没理 夫妻两个 伴随几句 带着闷闷不乐 各自睡去 周夫人又与贴身 仇妇 相谈了一夜 便有了主意 第二日一大早 周夫人亲自开库房 挑选了 原本准备给家里 儿女们过年穿的新衣 让丫头仇妇包好 再次踏入陈家的大门 互相见面 自然先问陈老爷安 已经好多了 能坐起来了 陈少夫人接待她 带着感激说道 果然能治好 周夫人大喜说道 哎哟 那可是老太爷 吉人天相啊 我正要让人 与你们去说 就让娘子在这里 多住一段吧 有她在 我们也好放心 诊治开药 也方便 哎哟 我也是如此考虑 周夫人笑道 一面只是 身后的丫头不负 所以啊 送来了替换衣裳 哎 这孩子呀 因为病的缘故 自小就古怪 不爱与人说话来往 我也不瞒夫人 这孩子呀 与我们不亲近 有什么对的错的 我们也说不得 劝不得 如有什么得罪之处啊 看在她 自小有病 又识师母 古灵可怜的份上 还望夫人多多担待 她说着 神情诚恳又无奈 还抬手是泪 陈夫人自然看出 成娇娘对周家不冷不热 别人的家务事 她也不好揣测 没想到 周夫人摊开了 给她说 心中倒放下几分借地 反而有些欺欺 哎呀 这话说的 可不敢啊 陈少夫人忙说 一面伸手做请 夫人 请尝尝茶 茶 请茶 一字之差 亲疏之别 周夫人嘴角浮现一丝笑 低头道谢 担起茶 慢慢地心满意足地喝了口 不过不巧 成娘子给老太爷试针 夫人过一会儿再见吧 哦 那就不见了 我也没别的事 把这些东西留下 再给丫头们叮嘱几句就是了 周夫人笑道 放下茶杯 她记挂着老太爷的病 我见了 反而让她分心 再说 有夫人你照顾 我自是放心 陈夫人笑容更浓 点头说道 那自然是 夫人自管放心 此时 陈老太爷屋子里 木上拉开 木窗半开 指门半眼 两个丫头将花房里 新摘的花在厅堂买好 屋子里花的香气 便若有若无 混杂炭火 以及药箱 先前因瘫痪 吃喝拉撒在床 而导致的腐臭气 已经散去了 丫头摆好花 捏手捏脚地退出去 唯恐打扰了里面的人 成交娘慢慢地 粘起最后一根金针 一旁陈少兄弟 各自按着父亲的肩头 手臂 随着父亲的颤抖而颤抖 好了 成交娘说道 将金针放入匣子里 陈老太爷便由陈少扶着坐起来 痛快 痛快 老太爷说着 抬袖子擦去脸上的汗 今日吃过药 午后 可以 试着 下床 略走几步 陈家三人惊喜 他们不可置信地问 可以 下床 他们所求的是能保命 但都不敢 还能重新走路 更何况 已经瘫痪了这么久 这么快就能下床了 哦 当然 不想下床 也可以躺着 这娘子说话古怪 三人已经有些习惯了 多谢娘子 陈老太爷说 男眼激动地坐着失礼 陈少兄弟忙干着失礼 激动不已 太好了 太好了 太神了 太神了 看着屋子里摆着的衣服 承招娘没有说话 婢女白嫂 让丫头扑腹退下 帮承招娘脱下照衣 其内的白段礼衣 已经被汗打湿 娘子 这些衣服都是周家送来的 你看 收还是不收 收 是 承招娘说着 侧头看脸地上 随着陈老太爷的好转 陈家的访客也越来越多 病重可以不来探访 病人好转便需要来探望了 如此 探望者被探望者 各自心愿 夫人 董大人以及夫人 前来探望老太爷了 仆妇 匆匆进来说道 屋子里已经坐着四位夫人 文言都笑起来 哎呀 都是巧了 他们也来了 陈夫人也笑着 起身去迎接 也不是敢巧了 昨日也来了好几波 笑着接来女眷 送入厅堂 管事娘子使了个眼色 陈夫人落后几步 夫人 今日这些人 还要留饭吗 陈夫人有些无奈地笑 哎 我看 我看他们是不打算 现在走了 卖进屋子里 新来的 董夫人 先表达恭喜 使才看过了 老太爷真是好多了 真是可喜可贺呀 大难之后必有大福 是啊是啊 这次可以过个安心的年了 其他人也复合 陈夫人 陈夫人笑道 好了 你们就打开天窗 说亮话吧 除了探视我家太爷 还要什么 陈老太爷眼见大好 丈夫避开丁忧 心头大难放下 他如今心情好得很 要吃黄雀啊 吃黄雀啊 大家齐声说道 陈夫人失笑 那一日 有个探望老太爷的 同僚友人 陈少留之 小酌几辈 最近家里都爱 盐浇盛炒黄雀 所以以此 作为下酒小菜 那有人吃后 大为喜欢 不过 人家病着 自己总不好 为了一道菜 又是夸又是赞的 显得自己 跟专门为了吃来似的 出去后 他也亲自 抓黄雀做了 只可惜 味道始终没有陈家的好 一时惦念 便不免多说 于是传开了 有后期的人 试探赶着饭点来探望 如愿尝了 果然赞叹不已 于是 陈府的厨子 做得好黄雀 这消息便传开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